所以在現代社會裏面來說 窗的方向是否當運 是比大門當運是更加重要的 這是必須留心的 現在我們看看這間屋 你見到它的窗是向正東的 很簡單 用指南針 用指南針在窗邊向前對出去 前面指著什麼方位就是什麼方位 這裡向正東 這裡向南 這裡向西 這裡向北 即是說這間屋而論 廳是收緊正東的動漲氣 房是收緊正北的動漲氣 而正東正北在2017到2043年期間 是最吉的方向之一 即是說這間屋在這26年的時間 就是一間在氣裏面叫做當旺的方位 如果你說不是喔 我廳是向正西的 或者是向正南的 正南以前很好的 遇到都挺好的 為什麼近這兩年差了 因為正南在2016之前 是一個很好的方位 但是2017之後 正南變成了一個不旺的方位 退氣就會退得很快 所以當你現在的廳 是向正南或者正西的情況下 你會發現近這兩年 因為今年是2019年 你會發現這幾年來講 開始你的運勢會轉差 人丁方面來說 都會不太理想 即是說會容易吵架 或者你說會容易爭執 賺不到錢 或者多病 這些情況 如果你的房子還要是西斜的話 那就會更加嚴重性了 這個就是我們可以留心 最吉一般最差 這個位置 正西正南都是最差的 平時有喜歡選樓就選窗向東南 正南或者正南 我告訴你 是不好的 在2017到204 最好是正東、正北、東北 這三個位置 當然留心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住屋 都要配合你自己個人的八字 你自己個人出生的年月的時間 如果你是冬天出生的人 秋冬出生的人 譬如8月8號到立春前 即2月3號 這段時間是比較寒涼的季節出生 正北雖然賺到錢 但你的健康會比較差 所以 籠統上 正東呢 反為是最好的 因為正東有陽目的力量 可以兼顧到賺錢之餘 和氣候不會太過寒冷 正東我個人認為就是最理想 正北是賺到錢的 如果你的八字入面 你是夏天出生的 春天出生的 你是不怕正北的寒風 那你就可以選正北 不過就選低層一點 就是最好呢 就是大約可能是20樓以下 20樓以下呢 那個北風沒那麼厲害 或者低層一點 10樓以下 選正北都OK 吃不到北風你的健康 就不會受驗 你也會賺到錢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 最簡單最簡單的方法 怎樣去幫你呢 去找樓 租樓也好 賣也好 你也要選一間多募的陽宅 那你就會發現呢 你的工作啊 人丁啊 各方面都會相對上呢 去順利了這樣的情況